看这个车上边放的就是圣诞树 车的上边这两天旧金山下雨 但是这也是下雨 这也是当不住他们去扛看 拐弯这个车上面扛了一个圣诞树 再有多少天 再有十多天就是圣诞节了吧 咱们反正好多华人在美国这边 对圣诞节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概念 这边老美这边是经常的 圣诞节之前上面坨着圣诞树 或者在汽车的后视镜上面挂着一个那种路的路角 梅花路的路角是什么呀 驯路吧应该是驯路吧 圣诞节圣诞老人坐那个那种雪橇 是驯路拉的还是狗拉的呀 驯路对吧 今天去这边的超市 那叫什么超市叫后富的 一个有机食品超市去取一个快递 已经到了两天了 一直没有取 如果三天不取呢 它就自动退回了 所以就取吧 这两天就近山下雨 所以一直没来取 明天就是第三天了 所以今天虽然下雨呢 也要来把这个取了吧 取回去吧 这边也看到车上有圣诞树 这边也卖圣诞树的 我以为是他们在山上砍伐的呢 你看这个墙角都是圣诞树 然后这个车上也放着圣诞树 这个车上 你看这块放着圣诞树 这个好像真的是对生态不太好啊 看这个树的横截面啊 这样都切断了啊 觉得有点不太环保啊 觉得对吧 挺好一棵树就被这么活成生的剧断了啊 觉得有点可惜 万圣节的时候这边都是南瓜啊 现在呢 要圣诞节了都是圣诞树 这边的圣诞树不知道是不是纯天然的 还是塑料的啊 是纯天然的 塑料的应该在屋里放着 塑料的 我看着有一个超市卖的是300多美元吧 那种可以重复用的 但这种呢 就是那种纯木头的啊 就是那种纯天然的木头的 对纯天然的 对纯天然的 纯天然的木头 对 是 看有这个横截面吗 这个是纯天然的木头 这个是纯天然的木头 它是从山上统一砍伐 然后堆在这露天这个位置啊 对吧 好像是刚砍过来的 所以这边 每年这个圣诞节 得毁掉好多 这样的松树 毁掉好多松树啊 这上面贴着标签 noble f f是山树的意思吗 fir noble是贵族的 贵族山树 这不是松树吗 是山树吗 中国的 我记得中国的时候 松树的松针比这个长 它写的是山树啊 圣诞节 圣诞树不是松树吗 不太懂 对这个也没啥兴趣 我去取那个 包裹吧 取包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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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直接就输入那个数字的号就行了 我已经把那个号记起来了 它会 亚马逊那边会发一个电子邮件 告诉你这个六位数的这个码 或者它 它还会发给你一个调性码 然后你可以去扫描 然后 今天声音还不错 今天 所以我调性码就不用了 我就记着这个 我记着数字呢 Amazon Locker 亚马逊Locker 带锁的棍儿 我有三天来拿我的包裹 现在我能够得到我的订单 在什么 Touch to start 接触来启动 接触一下来启动 看一下 我记住了 19 19 22 Code Accepted 然后 弹出来了 挺好挺好挺好 收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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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再把这个棍儿 棍儿什么事情了 挺好挺好 挺好挺好 这就收到了啊 这个是它的信封啊 这种是叫Prime Member Prime就是首要的 主要的啊 主要会远拜所谓的 挺好挺好 收到了 收到了 好了 这就完事了 走了 走了 超市这边也很热闹 还在互相说再见呢 这个树呢 是小树 26块9毛9 27美元 这是放在桌子上的这种小树 这种树也是活的 好像 是活的 是活的 还是 塑料的 好像是活的 好像是活的 谢谢观看